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糟糕 怎么是他 哎呀 头疼 哎呀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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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本君今日身体不适 先退朝便 你为何不告诉本君花将军是个女的 孙上 小人冤枉了 小人不知道 您竟然连花将军的性别都忘了 本君问你 花将军是何时回来的 花将军与大军同时回朝 算来是昨日进的城 昨日 如果 本君是说如果 如果花将军一个月前就回来了 这要怎么解释 尊上 这如果 万万不敢乱说啊 外将未得兆 而私归王城 可视为谋逆大罪 小人知道 您与花将军向来不对付 但这罪名 也太大了些 尊上 摩军令已经传下去了 花将军如今是您的贴身侍卫 说不定 您与花将军朝夕相处 感情也能慢慢变好 完蛋 全完蛋 谁能想到他竟然是花将军啊 他他他他 他不好好守在边境 私私回朝 还擅闯魔宫 说不是为了我这条小命 何之冒这么大险啊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现在还变成贴身侍卫 我这不是洗净脖子往上凑吗 想当条咸鱼怎么就这么难 尊上 您这是想吃鱼 吃吃吃 吃你的头吃 尊上 小人没什么脑子 头肯定不好吃 啊啊啊啊啊 这 将军 尊上忽然召见 会不会有什么大事啊 尊上之心 岂可随意揣动 走 快点走 快点 这是怎么一回事 回华将军 想必他们又是哪里惹了尊上不愉快 什么意思 华将军有所不知 咱们的尊上 如今是六界有名的冷血魔君 这些大多是尊上授意他们 让他们自行领罚的 之前的侍卫统领 便是因为过失 自行 废了修为 华将军 您这边请 看来 擅闯魔宫的事瞒不住了 这大魔头脸上 忽然没了图腾和面具 我还没认出来 如今让我看到这些 不就是杀鸡敬猴吗 我有军功在身 您心所向 他不与我硬碰硬 反而封我为贴身侍卫 想必 也是为了从中找茬让我领罚 好一个心机难测的大魔头 酷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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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冒着谋逆大罪 敲回凌渊城 还望殿下 莫让臣失望 他不碍事 听闻花将军 一直在寻找灵珠 若真如此 你我不妨做个交易 殿下知道灵珠的下落 谁知道呢 什么交易 简单 你替我杀个人 我替你找灵珠 杀谁 魔君 宿宴 听闻魔君近日闭关修炼 正是虚弱的时候 蒲天之下 能与他一较高下的 也只有花将军了 殿下 当真是不怕死啊 将死之人 何来怕死 成交 师父不识祸 识祸躲不过 来吧 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大丈夫立于世间 那自然还是保灭要紧 要不然一会儿他来了 我跪地上给他磕两个 说不定还能放过我呢 尊上 花将军到了 嗯 拜见尊上 花 花将军免礼 你这是 你这是 尊上 您既然奉我为贴身侍卫统领 今日起 臣必定形影不离 护尊上周全 您既然奉我为贴身侍卫统领 今日起 将军 您都已经表明要乎尊上周全 可尊上看起来 为什么不高兴啊 尊上 大概是担心吧 担心什么 锦礼 你可听过一句话 仙下手为强 仙下手者夺仙姬 尊上 自然又担心 你可听过 你看见了吗 尊上 小人 什么也没看见呀 杀意 杀意 他对本军有杀意呀 不行 我得离他远远的 求尘能之身庇佑 尊上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不行 我得想办法 让他们多些相处的机会 缓和缓和关系 我得 花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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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大人 有何事 花将军 小人可担不进您这一生大人 是尊上 尊上不见了 不见了 是啊 花将军 您现在可是尊上的贴身侍卫 若是照顾不周 出了什么差池 怕是不好交差呀 你们先去 我稍后就来 云洛 啊都是 陪军 此geb 嗯 啊 保险 雨磋 给本君拿下话本来 他想到我的眼神藏都不藏 谁能来救救我呀 将军 您怎么看起来如此疲惫啊 还不是拜咱们这位魔君大人所赐 他半夜齐夜都要我伺候 他拉屎 我拿草职 真是好极了 诗诗误者为俊杰 终究还是要向现实低头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这礼宋到位了 说不定能缓和我们的关系 更何况伸手不搭笑脸人 被这脑残膜君折磨 我这死去的射处之婚仿佛要觉醒了 不对 我当射处的时候也没这么痛苦啊 将军 何为脑残 何为射处 没什么 我我就是 在对几个山山 单脑匹马在这宿石中挣扎 来世晴空万里去路 尘封鱼江家 一溪破就长衣衫做盔甲 这个世界有多燃薄 背叛错过 陆路无畏的喜怒哀乐 有多少波澜窘过 在堆砌的沙力中沉默 并用力响入一抹 心儿有你陪我 受光炙热 依旧唱着属于我们的歌 若此后再无心客 变作萤火 为秒聚光照其身之作 且以往相为宾客 歌声勾出不朽与执着 要生纪念风通过 别怕冲到风车 颠沛流泥 这一轮我们有故事可说